這邊我來介紹 那今天在三景3C呢,帶回來一隻新玩具 是Hawk 的C580 5Pol 的8安培電源供應器 那我們帶回來的版本是金色這個版本 好,那現在這個三景3C的網頁呢,針對這台Hawk 的電源供應器做相關的介紹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台電源供應器主要就是它有提供5Pol 的USB的插槽 那方便就是說,我們有些3C的產品,例如說像手機平板電腦 那數位相機等等,只要使用USB充電的部分 就可以透過這個5Pol 的電源供應器來做充電 那主要就是說,像我們外出的時候呢,就不用帶這些3C產品的插注 那我們就只要帶一台這個的話呢,它就可以為5個裝置充電 個人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再加上它裡面總輸出有8安培 其實它的電的那個 容量應該算非常的足夠 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它是核定輸入呢 是AC100到200V 那所以 以這個 電壓來講的話,它算是國際電壓 所以說如果你出國的話,帶這一台出去的話 也是可以使用的 OK,那核定輸出是DC5V 那最 總 總電壓數是8安培 這麼大的那個 那 最大輸出呢,是8安培 單孔最大是2.4 所以說它 可能的話,有些手機呢 如果支援快充的話 那以它這個2.4A的電壓 也許可以到達快充的這個 的程度 好,那我們可以看它其實這台其實相當的小巧 而且 它其實是做那個圓弧 的造型 其實外表 看起來的話呢 它是 上面是採用那種金屬 的感覺 那 中間是這種白色區塊的這個夾層 那個人感覺其實 質感還算不錯 OK,那我們看一下它網路的售價呢 新台幣 990元整 那因為我們今天帶回來的時候呢 是 有特價 所以它的 金額是新台幣 690元整 左右 OK,那我們接下來再往下看 好,那這就是這一台 這個電源供應器 相關的使用儀式圖 那可以看到 它其實還有附一個那個書架 那這個架子呢 第一格 可以放這個電源供應器外面 那另外5格 可以拿來 放 像手機、平板電腦 就可以這樣子橫著放 所以 在收納充電來講是相當的方便 好,那 這邊的話呢 它有把我們剛才所說明的一些特色 這邊也有做一些說明 部分 OK,那 這是大致的這個 網頁所提供的圖片,還有一些 介紹的部分 那它這一台 電源供應器,它有 支援 它可以自動偵測電壓的功能 所以說它也不會讓那個Android 或iOS的裝置 第一個 不會達到過充之外呢 那它可以依照 它的這些裝置呢 給它一個最佳化的充電狀態 那基本上就是不要把 設備充壞掉 基本上 這樣就好了 好,那 下面其他有它一些 這個介紹 OK,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帶回來的 那個東西 那我們調整一下腳架 好,那在桌面上面呢 就是今天我們帶回來的這個 這個 5Po的電源供應器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盒子的正面的部分 好,那這邊有說明 它剛才網頁上面所看到的一些特點 好,那這個是 側面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盒子 背面的部分 那背面有做一些比較詳盡的說明 那可以看到其實這有一點 是 一閃一閃的 有點類似那個 那個星星的那個閃亮片的感覺 所以 盒子呢 其實做的還蠻有 特 很特別的感覺 好,那這個是它另外一個側邊的部分 那是下方 好,這上方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盒子 把它拆開來 好,那因為它這個好像已經掉了 所以說 這個應該直接 那問題是 兩邊這邊沒有掉 所以它還是 得 透過這個 剪刀 把它拆開來 然後這裡應該 我記得這一款也 出來賣一陣子的 也有一段時間 那這是那個發票的部分 1690元整 好,那我們現在把盒子打開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東西的本體 那我們外盒先放旁邊 好,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機器 本體的部分 那在看本體之前我們就看一下它有什麼 哪些配件 那有一條這個電源線的部分 OK 好,那還有一個這個使用說明書 那 再來就是說它有附的這個 那個書架的部分 好 那所以說它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是 可以把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本體好了 這是本體正面 那它這個一樣做 這個 就是圓弧的 外形 那這裡呢 這是 應該是電源 的那個插座的這個孔 那這邊有附 5POR的這個USB的輸出 孔的部分 那這是它的機器的背面的部分 好,那我們把這個電源插上去看看 好像 喔,不是很好插 喔,好 有一點硬 那 我們把那個插座插上去 看一下 OK,那插上去之後呢 這個燈會這樣子亮起來 那這邊的話呢 它有附這個書架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那這好像它會卡住 所以不用怕它 你看它不會 不會滑掉 OK 那接下來呢就是把你的應該是說 這邊 應該是轉這邊 對 那接下來就是把你的那個 要充電的東西呢 像 手機 那我們先拿一個手機 來充看看 OK,那這個就是手機的部分 放旁邊 OK 這樣子呢 就可以做充電 的部分 因為它是可以這樣子立起來 那其實也蠻好看 那其實個人覺得 如果要旅行用的話呢 基本上 我應該只會在 還蠻難拔的 應該只會帶這一台吧 其實這台就很好用 而且 你看一個 如果你有三個 這種裝置的話 手機或是3C產品的話 那個 帶出去的插座 其實體積都已經超過這個了 那這個比較方便是說 因為它剛好可以五個孔 然後又很小巧 看它 一個手掌 差不多這樣一個大小 所以個人是覺得還蠻方便 那所以說今天整個就把它帶回來 那以後 如果要出去的話呢 我就可以拿來使用 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好 今天帶回來的新玩具 是Hawk的 C580 5Po的8安培的電源供應器 那就介紹到此 好謝謝